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元宇宙今年有没有成长的动力 我觉得有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来自于Meta 而是来自于苹果 因为苹果已经七年没有发表新产品 就是七年前它发表手表 这个新产品之后 它就没有再发表新产品 那今年秋天 对不起今年春天 非常有可能它要发表 这个所谓的第一款的头戴式装置 预计会是这个AR结合VR 就是说所谓AR就是扩真实镜 VR就是虚拟实镜 把两个结合一起 我们一般叫做MR MR就是混合实镜的装置 它已经定名了 叫Reality Pro 那作业系统是XROS 那最快的时候有可能 秋季会出货 也就是说它春季会发表 但是秋天说跟这个手机一起 那现在看到市场上已经有在估计说 这个产品的价格 会是大概3000块钱美金左右 那苹果其实是把 这一代的这个产品 寄望很深 他认为说是最重要取代手机的产品 不过也有人爆料说 MR苹果的首款头戴式装置 现在目前消费者体验恐怕不佳 这个Reality Pro有大量的新技术 包括双4K的显示器 还有可以透过这个透视的软体 OLED的荧幕 那有十多个摄影机 这个装置有十多个摄影机 可以分积佩戴者的身体 眼球运动跟外部环境 但是产品先进 但是对消费者来说可能不太实际 太过昂贵 3000美金 而且每次充电之后 续航力只有两小时 这个装置还没有办法在户外运作良好 另外它的佩戴设计 也令人很不自在 所以讲实在说 你说今年苹果的MR会不会有非常大的 所谓对台湾这种硬体厂商的 这个供应链的刺激爆发力 我觉得应该还好啦 所以我觉得元宇宙是长线的机会 但是呢 你说短线上面有多大的爆发力 因为Meta股价大涨20% 这些股票就跟着飞天了吗 我个人觉得是稍微 稍微大家再看看吧 就是我们再观察一下吧 那但长线上 我觉得元宇宙是一个机会 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趋势跟方向了 那当然我们今天要请教的 红利同信投资策锐部的 邓声明邓副总 我们不是谈这个元宇宙 我们今天是要来谈整个Fed 最新的动态 是不是真的有歌转音了 鲍尔是不是真的放弃 鹰派的立场 因为市场评论鲍尔说 他是这个明音暗歌 明音暗歌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邓副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好的 美股大涨是事实 因为最后鲍尔讲话之后 整个盘是这样拉上来 尤其是半导体股票 拉得非常凶 事实上我们刚刚讲 Meta盘后涨20% 他要回购400亿美金的股票 是一个利多刺激 但真正大涨的是 AMD涨了12% AMD可不是盘后 他是最新一个交易 涨了12% 另外挥达的股价涨了7% 其实我觉得更值得讨论的应该是 这个ChartGPT 大家都知道最新的这个ChartGPT 已经引起超级大话题 如果有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讲 什么ChartGPT 他是史上最快的得到1亿用户的注册的 这个网站 真的非常非常 讲白话一点非常屌 好那这个造成半导体股票大涨 科技股大涨 我们看到 那另外道琼米平500点的跌点 这联总会到底他现在目前的一个 一个态度到底是什么 您的解读 我看到的是两年期再席 好像比前一天还要更低 那如果说两年期再席 是一个领先指标注 他本身对政策利益是有个价格发现的 一个功能的话 你看他继续往下走 你就代表这个未来联总会 可能升息的一个脚步 可能不会太坚持 也就是说不会非常阴派的一个升息 这是为什么后来 昨天尾盘会大涨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其实之前一直在watch 就是两年期公在指标率 因为他是在过去数十年 可能说80年代资金 八到九次的景区循环里面 只要这个数字两年期再席 现在两年期再席是4.11 我记得在一个多礼拜之前 还有4.2以上一个数字 你看昨天政策利益上去 4.5到4.75 是不是更高 他们之间的gap更大 过去只要发生这样的状况 接下来就是不光停止升息 甚至有可能会降息 但是这个降息是联总会之前最痛恨 就是要洗大脸的一个最大原因 但你可以看代表市场的反应 他已经认为先不要管 就是经济增长或是经济衰退 政策利率的部分给大家的意涵 就是我可能就是要差不多这个地方 升息再升也升不了哪里去了 十年载也没动 最重要是宁敏度最高的 这两年期再 还是不动了 代表说大家只要是不升息 你看对那种科技股 半导体类股昨天涨最凶 其实最近几个交易日都是这样 因为它是利率最敏感 等于就是利率基本上不动的话 或是会升息的脚步放缓的话 这个科技股最有利率 所以科技股暴涨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科技股去年跌最深 去年跌最深的 今年涨得像Tesla 像是Meta 你看Meta去年是在美国科技股里面 它是仅次于Tesla的跌幅 都是超过六成的跌幅 盘后一下利多一出来 马上大涨20% 今天晚上其实就看Meta表现了 这些股票降得暴涨 到底有道理吗 还是它只是一个群细的情绪 或者是说筹码面的一个宣泄呢 您觉得就是说 讲白话一点 真的科技股成长股的空头熊市结束了吗 如果科技股 如果以纯粹你就它的营收 或获利角度来讲的话 去年是一个糟糕的一年 数字真的不理想 但是如果看2023 2024 其实它营收的一个增长 其实你要是以2022 是一个低机器的角度去看 它营收其实是真的会上去 获利不见得了 那你可以看最近财报发布至今 其实科技股的营收获利 一直不是最领先的 排头的还是像一些 Energy甚至Industria这些 其实是比较领先 但我看像Meta 它会涨的原因 等于就是 其实它盘后了 那个400亿的库长股 这个对它来讲 因为它现在多的是钱 等于就是库长股的执行 现在企业现金比例这么高 那它只要对它的股价不满意 因为去年Meta的股价 真的表现不理想 它这个Cesuary 它去执行 它去执行 等于buyback这个部分 我觉得会对它的一个股价 最直接有了当的一个注意 这个是CEO提振 它的一个效益 最佳最有效率的一个方式 因为它要保位置 因为现在已经很多人 要求它下台了 所以它赶快要保住它 Mark Zaberg 要保住它的位置 所以拿公司的钱来烧 因为你要看 就是它的一个资本支出的部分 那个太慢 那个影响在股价的部分 每次我们谈到 CEO要做资本支出 对不对 长期来讲 它的那个CEO借能够带动多少 那个都是很缓慢 那需要时间去推动 如果你景气是一个 很强劲的景气的话 你会有所期待 当市场颠颇 等于环境还是比较波动的时候 是没有耐心的去等待这东西 快钱最快 等于就是短期建效快的一个政策 比较容易对这个像 包含META这些公司 科技股的表现 我觉得都是这样 那回到就是 刚刚您提到这个政策利率的部分 我觉得联准会 去年整年市场 最担心就是政策利率的一个风险 那今年如果说 赵目前这样情况去推广 两年再席 离高峰越来越远 那十年再席就停留在目前这个水准 我觉得就是 代表利率已经掀起反应 就是政策利率 大概定锚差不多有点 有点要类定锚的感觉 如果说利率正式要定锚的话 那是债券价格就要定价 那债券价的定价 它推引出来就是去年 造成市场最不稳的一个固定收益市场 可能目前来讲的话 有机会 有机会在现在看到一个曙光 什么曙光呢 就是它至少不会成为 市场一个动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这个对股票来讲 你看现在昨天收盘 标普500指数已经上4100 这跟市场各家的一个预估 这是年底的一个数字 而且是比较高的 完全打脸 对对对 比较高的数字 那我记得上次在节目中 年前的时候 我有提过一个可能的一个预估水准 就是4200上下版主 那可是我估计也是估年底 那你现在就4100 年底4200剩100 所有大同行只有德银队 德银说今年第一季 那个标普会到4500 这只有德银队 你看大摩小摩都说 甚至更悲观说3000点 3300对不对 这德银队 哇德银真是大神 对不起 这个您讲说您去年估4200 商下这个5% 其实也是估年底 现在已经4100了 对 所以我认为就是 因为政策利益真的影响市场影响太大 去年就是因为 鹰派的一个升级造成市场整个修正 而且包含科技股 整个一个大盘的一个下杀 科技股是跌很重的 您刚刚讲到这个低基期肯定一定是 一些科技股 其实去年你看它那个杀盘程度 像Tesla不是只是对 对对砍而已 所以它的 它是杀了杀生连连 但它一旦 它稍微就是一减价 其实这个需求就出来 那这个市场本身还是 你只能这么说 就它还是有资金的 资金充沛只要它确认到 这个对科技股影响最不利的 这个利率政策 当它变得 不会成为市场的一个心头的一个 担忧的一个因素的时候 市场就会 比较有机会去冲击高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高点 只要到4100之后 上去4100到4100 这个地方我觉得 我觉得关卡的一个压力 其实不太小 我觉得这个压力可能需要时间去 去盘结 所以为什么是现在市场猛拉半导体股票 你看到费半涨5% 我们刚刚讲说纳指涨2% 然后标普只有涨1% 甚至道琼都不涨 它只是米平的跌幅而已 就把原先500点的跌点 把它涨回来而已 所以这很明显 就您刚刚所讲的 上到4100之后 你再寄望标普 再继续往4200 4300推升 你可能就太过热关了 所以市场也很聪明 它就去拉那些 像拉半导体的股票 拉什么灰达 拉超微 拉那些 过去SARS的股票 那种云端被砍得很狠的那种 对不对 就去拉这种特定的族群 就那种嘎空 这种嘎空头 就过去最被放空的族群 回答超微 其实它公布 刚好跟Intel 刚好是对着看 因为Intel 其实它的一个市占率是大跌 但是AMD 它市占率是大涨 而且它对一些赤产业 它的看法 其实刚好是倒过来的 那我会比较相信AMD的看法 因为AMD的市占率是大增 好我们这边先消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基本上联准会的声明 也很明显的转向 就认为说 这通膨是真的趋缓 就是说联准会 看起来他们的抉择观 也越来越对通膨趋缓 有信心 那这一次联准会的 会后的措辞 就声明 有几个不同的地方 有两大不同的 市场解除 就是由英转哥 最主要是第一个 他认为未来利率上调的空间 取决于多项因素 包括了紧缩累积的影响 那之前的措辞 是很强调升息的速度 而非空间 所以这次把升息的速度 转变成空间 在这个措辞上面 市场解读是很割的 那另外在通膨缓解 的这个措辞上面 尽管就是说通膨居高 但是联准会的官员 对物价见顶 看起来在措辞上面 也越来越有信心了 这个是在声明的部分 使得市场认为 联准会很明显的转割 那鲍尔谈话也是一样 因为鲍尔在会后的记者会上 不断被记者逼问了结果 最后他终于讲出 还有两次升息 之后就会暂停升息 这样子的一个措辞 鲍尔也很明显的 这个告诉了市场 所以呢在鲍尔讲话的 这个过程中呢 股市就越涨越多 债券价格也就越涨越多 金价也就越涨越多 那我们看到 其实最近美国也公布出来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叫ECI 什么是ECI Employment Cost Index 就就业成本指数 去年第四季 虽然还继续上升一趴 但是很明显 他已经延续好几季的趋缓 那这个数据的出现 其实让美国前财政部长 Sammers 他先前是非常鹰派的 他也感觉到说 通膨出现令人振奋的降温迹象 所以他的说法 也呼应了鲍尔的说法 那所以高盛就说了 高盛的看法是说 从鲍尔的谈话来看 现在正是投资固定收益商品的时机 就是买债券的时机了 那这个部分要请教 红利投信投资策略部的邓副总 说 如果说市场真的已经确认 去年的高值率 不管两年载 五年载 十年载的值率的高点 那是不是现在目前呢 如果你不敢追高股票 不敢追高成长股的话 那是不是呢 就是去买债呢 您的看法 我是肯定的 因为我认为这个 迹象其实两年载 在你值率率 其实已经低于政策率率 不是在这一次 昨天晚上 FOMC会议决策之后发生的 是在上一次的决策会议 其实之后就已经发生了 那只是昨天那个事件之后 等于是更加确定 所以你才会看到市场 这么大的一个反弹 那如同之前所提的 我认为如果债券市场本身 因为利率政策 有机会见顶 或是升息的速度开始放缓 那先定毛的话 那我觉得 接下来就是固定收益市场的定价 那固定收益市场定价 一定先从这个投资等级债 特别是美国公债为主 USI这些固定收益的标的先开始 那接下来其他投资等级债 因为他利率的敏感度很高 我觉得接下来分分 你可以看嘛 就是说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利率会这样子去走动呢 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说你看到真的 他的这个利率会不断的往上 很快速的一个调整的话 为什么我看到有一些息差 反而在缩减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等于就是市场已经掀起了 去反映这样的情形 那另外就是 有看我们一直 其实一直很关心一个数字 就是两年其实这样子的利率 如果说他一直持续低于政策利率 其实你就是不太会生息 这个我觉得市场持续是 维持这样一个论点 而且你看他那个WIRP 不管联总会上市的会议记录 洗大家脸之后 我看到WIRP还不是估 今年顶多就是5% 甚至不到5%的一个政策利率 等于大家就是不是估太高 就是知道那现在更加确定的话 那你现在固定收益 就是有机会相对来讲 好 那市场现在是这样子 就是说在鲍尔谈话的同时 他越讲 他们对于未来12个月的 联总会的利率的预期 是越降 就是说从整个市场的预期是这样 降到2024年的 这个1月的预期 这个已经对于就是说12个月后 就明年1月的利率预期 已经降了43个基点 这相当于联准会 在今年把利率升到高点之后 会降息差不多两码 会降息差不多两码 这是市场现在目前的情况 就是说高 但高盛调查出来 一般市场的认为是到2024年 上半年才会降息了 那市场已经估计 今年第三季 那一般估计就9月会开始降息 那市场太过热关了吗 还是说真的 就后面就真的会降息呢 其实我觉得市场它这个推估 其实你也不能说 当然啦 就是说因为这个债券市场 它其实大部分是法人在 法人在交易嘛 代表就是法人 它的一个rollment 它就是认为就是 你这样的情况 就是投射符合 他们之前的一个认定 所以它的持续一定是 会这样持续去交易嘛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当然高盛是看 等于2024年才会降息 那大部分WRP看起来 我原本我记得上次会议记录公布的时候 大概是到年底前 大概是降大概20个BIPS左右 那现在如果变成是40个BIPS 等于就是代表它降息的可能性更高 就是经济数字 假设它一个共识 就是经济有可能有比较大的概率 可能会放缓 不一定是衰退 可能只是这个比较低的 低基期的一个增长 那对联署委员会来讲 可能就是他刚刚前面讲 主持人讲 就是说第一个因素 他讲到他要看经济数字 那其实意思就是有点 把这个部分就是有点松口 也就是说经济如果掉下来了 可能他们动作都不能做得太紧 要不然到时候如果真的 真的经济不大好 然后你股市也不好 其实压力也蛮大 等于就是看起来的话 联署委会就是把关通膨的部分 通膨既然已经有点 但是必须讲一件事 通膨的数字虽然是降下 联署会有讲到6% 现在是高于6%还是高 等于就是通膨还在降温 但是通膨其实并没有回归到 真正大家那个区间 那还需要一段时间 特别是住房的租金水准 还有就是服务业 现在都解封了 服务业的一个价格 其实也蛮高的 所以它的一个 可能未来服务业的一个 一般物价水准 可能蛮粘着的 所以这个需要一点点时间 所以联总会 我认为就是联总会 维持在比较高档 有利率水准 到年底之前 维持目前利率水准的可能性 还是蛮高的 好 所以你们比较排除会降息了 那我们看到联总会 这一次升息25个基点 是去年3月以来 升息最小的幅度 而且是连续两次放缓 从三个 三码到两码 到这一次一码 那但同时呢 我们看到 这个昨晚 有公布出来的小飞农 ADP 是10.6万人 这是远远低于预期的 19万人 那12月是23.5万人 显示美国的就业市场 私人部门的部分 确实是有在趋缓 那另外呢 工资的年比增幅是7.3 还有同时 职务空缺 JOLTS 却是意外的上升到 1,101万 前一个月是 1,044万 所以一方面 小飞农 看起来并不是太好 但是呢 植物空缺又往上升 就形成了一个拉扯的作用 还有就是说 公布出来 1月的ISM 掉到47.4 这个制造业的部分 仍然是低迷 而且创下 2020年5月 疫情以来的新低 是连续5个月往下掉 跌破50之后 还继续往下掉 显示美国的经济 基本面上面 预期未来的一个情况 仍然是不佳的 所以说经济到底会不会衰退 所以市场现在目前 其实也很矛盾 股市一方面 狂涨 另外一方面 ISM是掉到47.5 所以呢 今天 邓风也有带来一篇 Goldman的这个报告 说模拟三种情境 No recession US recession US recession But non-US substance 这三种情境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境呢 其实Goldman就是 他其实他是 Base Case 他是比较看 不会recession 就是说 就是比较低线的一个经济增长 这个其实对风险资产来讲 是最 最最好的嘛 就是相对来讲的话 可能美元资产资产 美股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那另外一种就是 美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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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你真的是衰退了 那可能就是整个风险资产 股票就会比较不理想 另外一种就是 美国不好 可是其他地区不错啊 像中国解封了嘛 那其他新市场 北美地区 甚至欧洲的部分 你看这个 这个冬天 其实相对来讲 好像也没有造成 这个欧洲进一步的一个 增震更糟 所以他是几种情境 但是他相对来讲的话 即使是最好的情境 他去推估那个风险资产 那个价格 好像也 也都没有太高 所以推到 今年年中 也顶不过就是 4000多少 也没有到4000 差非常多 所以他那个水准 其实你要做风险资产的一个预估 他的一个整体的total return 预估报酬率 他其实没有拉得最高 但是主持人刚刚讲到一点 就是说 你这个ISM的一个指数还在掉 就是说他有个比例去看 就是你这个防御型的股票 除以等于就是这个周期性的股票 通常你是比较属于景气循环带动 那除以防御型的这个股票 那个走势他还在往上涨 最近一段短期趋势 但是过去来讲 他跟ISM的走势其实一步一去 ISM已经跌 但是你这种周期性股票还在往上涨 他可能短期稍微乐观一点点 这个部分可能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您觉得也有一点 短期过度乐观 overshooting这样的味道 有一点 因为他那个东西 你长期还是跟着他那个一步一去 过去几年趋势来讲 这个比例其实要去留意这件事情 短期的话 当然政策利率 这个有点见顶的一个迹象 联总会也松口 这是好消息 但是你要注意就是 长期来讲还是跟着经济的一个力道 在运行 他就是像一只小狗 就跟着这个经济指数这样晃 金融市场走势是这样 好 以上今天邓副总的观点 提供大家参考 以及高盛的这种三种情境 不过高盛向来就是认为说 美国是要软着陆的 看起来都好像一步步在对 好非常谢谢邓副总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